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手能够直接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您的手上一旦有了这种东西 说明您体内的毒素可能堆积如山 不妨我们对照一下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手指出现一串串的水泡 很多人每到夏季呢 手上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连串的水泡 而且牙反反复复 这种水泡比较密集,而且比较小 有时候会出息的痒 有时候呢,却没有任何症状 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汉包疹 而汉包疹一般只会出现在您的手和脚的侧面 主要是呢,以水泡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汉腺比较发达 爱出汗的人呢 手上更容易出现这种水泡 它不会自行破裂 如果您啊,挤破一个 会流淡出透明的液体 而挤破的地方呀 皮肤会慢慢地扩散 出现脱皮 并且在新长出的皮肤上呢 露出薄而韧的凸起 这时候啊,您可能就会感觉到疼痛了 手指和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是相连的 手指出现了水泡 说明您的内脏呢,堆积了很多的毒素 提醒我们啊,应该给内脏进行清洁排毒了 第二个,手指甲出现了上翘弯曲的情况 身体健不健康呢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指甲 比如说,指甲出现了凹都破屏的树条纹 可能说明您的肝脏,受损 如果您发现您的指甲 突然出现了上翘弯曲 那么出现前宽后窄的现象 说明您体内的毒素呢,快都不住了 这可能就是由于肝脏毒素过多而导致的 第三个,指甲出现了扁原型 我们正常人的指甲是修长的 而且呢,当您的指甲出现了扁原型时 可能说明您的肠胃聚集了大量的毒素 那么出现了以上这种情况呢 很有可能会发生慢性肠炎 或者消化不良等等肠胃疾病 也可能是营养代谢的障碍 从而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 其他器官的正常运作 如果您的手指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啊 说明您体内的毒素可能堆积如山 应该好好的轻轻毒了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要多吃绿色蔬菜 因为蔬菜和水果能够帮助人体进行排毒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加强运动 运动呢,是排毒最好的一种方式 运动的过程中啊 身体会大量的出汗 汗液会将体内的毒素一起排解出来 就像小便一样 里面含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毒素 所以啊,平时我们进行运动 能够起到有效排出身体毒素的效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按摩天树穴 来排出身体的毒素 肚脐左右两寸的地方就是天树穴 我们可以并弄三指或者两指 大人肚脐向左右三指宽的地方就为天树穴 而小孩呢,取肚脐左右两指宽的地方 则为天树穴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 在视频下方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